大家好 我是婉倩 歡迎收看關鍵77秒 你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今天會有主播 而且地點是在捷運站呢 其實關鍵77秒的宗旨 就是希望讓所有人 在捷運一站的行進時階 能夠了解國際新聞大事 所以我們今天就實際來到這類挑戰看看 我們現在是在台北101站 我們要往象山的這一站之間 看看能不能夠挑戰 為大家播報上週的三大重要新聞 上週三大的國際重點新聞 為您挑選到第一條是日本和韓國 週明在近江50週年12月28號 針對二戰慰安婦問題 達成了歷史性的協議 日本首相艾芬欣三 對於慰安婦的受害者 表達由衷的歉意和反省 而且提供10億日元 給韓國成立慰安婦基金 而且日本也有要求 希望撤走日本駐韓韓的大使館之前面 象徵慰安婦的和平少女像 不過這項要求是否能夠達成呢 還是要看接下來 西映如的瘦商 第二條新聞帶您來到了伊拉克 在被伊斯蘭國入侵18個月以後 終於在12月27號的對戰當中 取得首次重大勝利 這是一支由美國訓練的伊拉克政府軍 從IS手中奪回 失去的城市 巴馬迪 由於收復拉馬迪就等於 奪走了伊斯蘭國 在去年伊拉克拿下的最大戰略 所以意義非凡 您不能不知道 第三條是兩岸關係 有新的進展 還記得去年11月的馬席會嗎 當時馬總統提出了五大主張之一 就是要設置兩岸首長熱線 而就在12月30號 兩岸事務首長熱線正式啟用 由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和國台辦主任 張志君 以傳統電話線路加密的方式進行 未來兩岸之間如果任何的緊急狀況 就會隨時溝通 避免誤判警示 以上就是今天的關鍵77秒 挑戰有成功嗎 到來 再一次 製作詞 期間 一些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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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